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雾山五行联动活动的第四天 今天的五行切磋来到了土形 Buff有所变化 怪物的难度也略有增加 但是问题不大 还是使用我们之前使用的天罩这一套阵容 依然是可以做到满分击杀 还小小的押韵了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套天罩要怎么打呀 我用的还是之前的天罩千击SP圆节神 伊贤纳美还有丑失之女 但我看了一下排行榜上面 很多人都已经更换成SP千击了 那我还是展示一下基于SSR千击的打法 那么御魂方面 因为和前面三天的御魂是完全一样的 我这里就不详细去做介绍了 大家可以参考前两期的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因为难度有所增加 所以御魂方面的要求是只会高不会低 如果前三天就是很勉强挨边击杀的话 那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另外就是要记得给秦明带上镇木兽 镇木兽最好是三灭的 起码是两灭 灭的这个增伤也很重要 那么今天的难度提升 主要就体现在了怪物的血量有所上升 加上今天这个增加白子伤害 对天罩来说等同于没有增伤 所以我们需要手动干预一下 不能像之前那样纯自动挂机了 纯自动挂机会差一点打不完 我们要做的手动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在天罩行动发动攻击以前 标记一下丑士之女的草人 然后在伊贤纳美行动以前 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是会把这个标记切回给boss 因为如果伊贤纳美连续的去拉这个草人 就会提前拉断草人 但实际上以天罩的输出和这个boss的血量来说 伊贤纳美哪怕拉一次草人也没有关系 伊贤纳美拉了一次草人 天罩还是可以把这个草人直接给打掉的 打掉以后又可以让丑士之女再放新的草人了嘛 只要是不要一直标记草人 不管让伊贤纳美提前拉断草人 那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像我的操作的话 就是在天罩行动以前我会标记草人 在伊贤纳美行动以前 我会尽量去标记一下boss 偶尔忘记标记 其实影响也不大 影响也不大 拉一次草人是不会断的 但是天罩行动一定要标到草人身上 因为天罩的伤害除了这个AOE的三段以外 还有一个单体的追加三段 通过这个追加的单体三段伤害 来打草人可以对boss造成更大的伤害 boss他本来也不吃面嘛 我们如果再不打草人的话 最后就会出现小怪死了 结果boss不死这样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好了 那在操作上面需要注意的基本就是这些 大家只要预魂达标再加上阵容OK 配合上标记草人的操作 第四天也是可以用天罩继续不换阵容完成击杀的 那我自己也进行了多次的实际测试 用这个操作方法都是可以在最后十秒左右击杀掉所有怪物的 只要配置跟我体肤这个账号差不多都可以尝试一下 我这个天罩还没满报呢 按照这样的一个发展来看 明天的最后一个挑战应该是难度会上升到没有办法击杀的程度了 到时候再来看一下这次的冲绑活动到底怎么冲吧 好了 那么第四天的这个满分阵容攻略也为大家介绍完了 如果觉得视频有帮助请为我点一个免费的赞 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爱的歌海成路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